寒冬来临了 很多人说 我很想去救人 但是我又怕他不相信 他是一个很坏的人 我救不了他 我还会自己悲业 我救不了他 我还会伤害自己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禅师 他和弟子看见路边 有一条冻江的蛇 这个时候禅师就想上去救他 而他的弟子主人说 师父你难道忘记了吗 农夫与蛇的故事吗 禅师说当然没有忘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呢 禅师说 救他 我不一定跟农夫一样去救他 我没有必要把一条毒蛇 放到自己的怀里去救他 然后禅师找了一些火柴 放在这个路旁 让这个蛇慢慢在火的温暖下 活了过来 禅师说 失散的手段 永远不会单一的 我们救人也要妙法 而是多样的 面对恶者 我们要做的不是因为害怕恶国 而是要慢慢地放弃自己的行善的心 而是要智慧地选择失善的手法 让我们善良的心免遭恶报 学博必须要行善 不伤害自己又能度到众生 就是妙法 能让别人开悟 而让自己又能度到更多的人 这就叫智慧 我们很多人活在世界上 天天在浪费着无谓的生命 要记住 我们很多人做的事情 都是用自己的行为来做的 你的行为代表了你的思维 你今天学博人 做的一举一动 就是从你思维开始的 所以我们的手是劳动 不是拿来竖取的 脑筋是用来忏悔 而不是用来偏执的 让自己头脑原谅别人 才能让自己不断地进步 解决问题 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要原谅别人 有些人到处去抱怨 到处去烦恼 这属于到处去释放自己的精神垃圾 让别人承受着垃圾精神的痛苦 所以这些人的大脑是不健全的 台长希望我们学博的人 一定心中要有一堵墙 就像电脑一样 我们要有一堵防火墙 不管来自于哪里的病毒 我们用佛法的智慧 都能把它挡在人间的烦恼之外 学会人与人的关系 要懂得靠的是尊重 心灵法门要靠温暖的金钥匙 才能把别人的心房打开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不管你年长与年小 不管你对与错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与目的 记住 善良的语言 就是你最好的解释